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焦点新闻 说起海盗,现在很多人会想起索马里的海盗 但是亚丁湾并不是世界上唯一有海盗的海域 日前,亚洲反海盗信息共享中心发文警告说 在新加坡海盗通航的船隻应该要警惕海盗的杂妖 该地区在三天之内发生了四起的海盗抢劫案 据环球网的报道,虽然新加坡海盗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水道之一 但是这片海域并不如想象之中这么风平浪静 在8月10日,亚洲反海盗信息共享中心发布了调查报告 指出就从7日到9日3日之内 在新加坡海盗内已经发生了四起的海盗抢劫案 针对这些突然爆发的海盗劫案 中国著名的女军事专家邵永宁在8月13日发表了文章 就说根据美国军方智库学者发表的文章 现在美国有关部门已经向某一些由退役美军士兵组建的防务公司 就发放了一些叫思略的许可症 是容易针对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商船的船队 考虑到这一点,这样在新加坡海盗示约的东南亚海盗 真实身份就非常值得懷疑了 熟悉大航海时代历史的朋友 大多都听过所谓思略船的名号 他们在大航海时代出现的一种特殊的产物 这些船隻绝大部分是海盗 小部分是某些国家的正规海军艦艇 但是某些船隻都是得到其所在的国家政府的授权 即是所谓思略的许可症 可以合法地打劫敌对国家的商船 就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 就是官方海盗或者叫做奉旨打劫 这种原本已经是陈锋的历史记录 如今它是再一次出现在我们现实的世界 这个是不得不让人感到历史的奇妙轮回了 马六甲海盒和新加坡海盒 从马来西亚最西端一直延伸到印尼的文丹岛 是全球航运的高出公路 每年有超过12万艘船隻穿越海盒 就占全球海上贸易量的三分之一 其中东南亚国家进口的能源燃料 有70%去到80%是要经过这片海域的 每日流经海盒的巨额财富 给某一些群体发财的机会 和很多人的印象中不同 事实上 亚洲水域一直是海盗作案的高法地带之一 根据亚洲反海盗信息共享中心的统计 包括索马利海盗在内的西印度洋 海盗的结案 是仅仅占全球海盗案件的28% 西非海域是18% 而东南亚海域发生的海盗案件 却是高达41% 但是和索马利海盗杀人越货 绑架勒索就不同 东南亚海盗是以打碟财物为主 搶劫目标包括船上的设备 燃料、货物 或者是船员攜带的现金等的财物 而且大多数搶劫案都是充满了随机性的 为沿海的国家清招海盗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1982年颁布的《联合国海洋公约》 授权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三个沿岸的国家 负责马六甲海盗的安全管理和航标维护 但是至今日海盗的清招工作始终未见成效 2011年甚至是发生过某石油公司的船隻 被海盗连续搶劫了四次的案件 造成东南亚海盗泛滥原因有很多 但是最根本的因素都是经济问题 东南亚海盗基本是来自周边的国家 有些甚至是某些国家的海军士兵亲自扮演 他们抱着一夜暴富的幻想 在海盒之内搶一筆上岸消责 然后消息在人海之中 所以即使是新加坡等的周边国家 希望是维护海盒的安全 但是海盒内错终复杂的赌礁 以及其他国家无灵两可的态度 让那些有心剿策的国家实在是无可奈何 马六甲海峡国家对海盗的无能为力 又给了某些域外势力可乘之机 2008年 美国海岸警卫队发布的所谓反恐怖主义报告 开始打着协助周边国家剿灭海盗的名义 呼吁介入马六甲海峡 同时日本、澳洲和英国也尝试在南海周边增加军事存在 然而这些域外国家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些就不然致命了 在2020年4月 美国海军协会月刊上刊登了几篇爆炸性的文章 指出美国应该动用国家的力量 在亚太海域投入施略船 来应对可能存在的威胁 比如一些不守规矩的中国商船 这些文章是由美国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上教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级顾问马克·坎奇安 和美国重量级的学者布兰登·施瓦茲 是联合赞写的 文章指出 中国旁大的商船 已经对美国的亚太战略 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这些是美国的薄弱环节 随着越发紧张的亚太关系 如果破坏中国商船 将会对中国的全球贸易 产生巨大的冲击 而且可以影响中国的经济稳定 因此美国的五国大流 应该是联合国会 就向私人的船隻 发放得到美国政府认证的施略许可 允许这些受到美国法律保护的私人船隻 可以和中国商船发生冲突的时候 可以合法地扣押中国船隻和船上的物资 这一则提议一出 立刻震惊到全世界 2021年 另一家美国致富战争困境再次发文 他叫嚣美国政府应该使用施略船 襲擊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商船的船队 文章声称 美国在艦艇规模和造船能力上 和中国存在差距 所以更应该考虑用所谓不对称的战术 瓦解中国的优势 而且被枯获的商船也能够在战斗的时候 补充美国損失的运输船 美国国会曾经在2007年和2009年 两次提出要通过 发放施略许可 来对付拉登和索马里海道 不过最终 军未得到通过 如今第三次的施略提议已出现 但是这次提议针对中国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不久前 搜访南太岛国 巴布华生基内瓦 两国签订了一项 随船观察员的协议 这个协议 包括一项新的条款 条款就是 允许美国海岸警卫队官员 代表巴生登上并搜查 可疑船隻 而不需要巴生法律官员 作为随船的观察员 听起来 是不是好像跟先前说的 所谓施略船的概念 好像 在巴生的海域里面 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隻 可以随意扣留 以及检查其他国家的 所谓可疑的船隻 而且是不需要巴生的官员 在场见证 这个 意味着美国海岸警卫队 可以好像十六十七世纪的施略船 那样 对于任何过往经过的船隻 哪怕只是他们看不顺眼的船隻 就实施奉旨的打劫 美国海岸警卫队发言人 还在声明里面说到 就说 任何在该国专属 经济区捕鱼的渔船 都可能被登临 即是悬挂任何国旗的船隻 包括悬挂中国国旗的船隻 发声明的时候 单独提出中国的船隻 他的针对性不言而喻 而且有消息说 除了巴生之外 美国还试图和太平洋上的另外十个岛国签署 类似的协议 以此作为在南太平洋对抗中国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介绍 星火链网 在国内已经形成多地域的覆盖 多行业滲透的可信生态网络 专家表示将会进一步打造其数字底座的能力 释放数据要素的价值 赋能区域数字化转型发展 加速培育地方产业生态 截至目前 星火链网是已建设九个超级的折点 并依托超级的折点 推动三十多个不干折点的建设 覆盖的行业包括智能制造 农业 能源 医疗 生物制药等 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副院长毅亮表示 下一步 中国信通院将会通过建设一批折点的建设 形成一套应用的标准 培育一个产业生态 落地一组科研的载体 继续做好支撑的服务 将持续开展区块链重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 推广和深化星火链网的基础设施 覆盖和融合应用创新 为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加速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落地 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贡献 近日 甘肃张液市 江柱轻热综合应用示范项目 建成 并具备制氢能力 是中国西北地区首个 江柱轻热综合应用一体化项目 其将把外送之余的新能源电进行储存 并在风光无限的河西走廊探测绿色轻能多元应用 该项目由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能建集团装备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总投资约44亿元人民币 建设内容包括1000兆瓦光伏发电 以及储能、氢能、综合加注站等 据中国国家航天局消息 8月13日一时26分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3号月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陆地探测4号01星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的轨道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该星是世界首火进入工程实施阶段的高轨合成恐竟 雷达卫星 将会进一步完善中国天机灾害监测的体系 对全面提升中国防灾、减灾、救灾综合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卫星运行于倾斜地球同步轨道 搭载的合成恐竟雷达在何具有高分辨率 宽覆害多模式、轻量化等优点 就与低轨卫星、光学卫星相比 该卫星将高轨观测重访周期短 成像复宽大的优势 就与微波观测 不受气候限制、不受光照限制的优势结合起来 可以提高灾害异常变化讯息的识别、精度和效率 提升自然灾害综合的防治能力 陆地探测4号01升 发射入轨后 将会丰富中国重点区域观测手段 能够对中国本土及周边区域进行全天候、全天时的观测 满足防灾、减灾与地震的监测 国土资源的堪拆 以及海洋、水利、气象、农业、环保、林业等行业的应用需求 大家好!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附订石楼台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优化了视频货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也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或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